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雷 我们平常呢去搜索一些自己想要的这些资料 无论是软件还是一些图片啊 还是一些新闻还是一些资讯等等 我们都直接会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去搜索 比如说谷歌呀 比如说这个百度呀等等啊 我们就会直接在这里面去搜索 但是有一些软件呢 我们是直接在这个里面搜索呢 是比较麻烦的 比如说我们会直接搜索一些软件 比如说我们搜索手机软件 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豌豆夹当中去搜索 这样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去搜索一些软件 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高效 那但是呢 我们要这样的话 就每次就需要去切换到这个豌豆夹里边了 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这款软件 这款软件呢 它可以帮我们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这个软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 有垂直性问题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这个图片啊 然后我们现在放大一点 我们看的会更加清楚一点 好 现在比如说这个图片 我们要搜索这个图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呢 下方呢 就给大家列出了 123456 6个这种非常棒的图片的这种网站 并且这种图片的都是无版权的 无论是我们用做视频 还是用在一些其他的地方都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搜索一个大海或者是海沙滩吧 好 然后我们搜索这个沙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一个关键次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就搜索的是一个500px里边的这些啊 关于这个沙滩的这个图片 这些都是无版权的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啊 这个里边的 那如果我们要切换的话 就直接点击一下这个网站就可以切换到我们想要搜索的这个东西了 或者是我们直接在其他的这个网站去搜索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这个网站 我现在换到了这个网站 一个知名的全球适应师作品的一个分享网站 大家可以看 那现在呢 我就搜到了这个里边是沙滩的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这些网站可能有部分是国外的 比如说这个是国外的 他搜索这个中文的识别率不是很高 大家可以看他下方都是英文的 我们就可以去啊 输入一些呃英文的啊 比如说我现在我看中了这款软件 那我现在直接右击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直接右击鼠标就有一个收集图片 然后呢 现在我就已经收集到了我的这个下载里边 那这个收集完之后非常棒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文字也是很不错 然后我选中之后右击 我就可以把这个文字收集下来 这样就收集到了我的这个里边 我就可以去查看 复制 打开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直接打开就可以去编辑 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一个工具啊 那现在我只是以这个图片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下这个资讯 大家可以看这个资讯里边目前给大家这个列的就是三个啊 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知识类的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点击下知识 他会给大家列出来一些网站有消费类的软件类的好 现在这个软件类的就是可能阿雷用的这个就比较多一点了啊 然后还有文化呀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之后他下面还有一些呃第二级的分类啊 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从文化里边从音乐里边去查找或者是从这个视频里面去查找去影评或者是游戏里面去查找这个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大家可以看他会集成了很多的这些网站 大家看这些都是这个呃游戏的网站啊 但是在这个游戏的这个网站里边搜索沙滩的话 哎还行啊 竟然还有这么多关于沙滩的游戏啊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就是我需要搜索一个东西非常的简单 我只需要一个关键字输入里边 然后你需要找哪一类的东西直接找这个哪一类的东西 比如说我关于知识类的我点一下知乎大家可以看 很快的就跳出来中国有哪些好的沙滩 或者是夏天去沙滩玩哪些必备的神器 或者是我们直接去这个啊搜狗问问 然后这个果壳等等啊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关键字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搜索出来 但是目前我用这个工具 他这个搜索的速度稍微有一点慢 不清楚是不是我现在打开的这个代理的原因 比如说像阿雷经常去搜索一些软件的话 就会留很多的软件的网站 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添加一个软件的网站 比如说我最近呢 也不是最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个网站就做拇指玩 如果喜欢玩游戏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拇指玩这个网站呢 主要是做一些游戏的下载 然后呢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添加这个拇指玩这个网站呢 添加进去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 但是添加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有一些技巧啊 然后我们不能说直接把这个复制进去 然后就他这样的话就搜索不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我就复制一下 只复制他的网站 然后我们添加进去 然后给他起个名字 啊 拇指 然后呢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网站 粘贴进去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好 大家可以看呢 现在呢 我已经添加了一个网站了 就是拇指 那现在我就直接去在这个拇指玩里面去搜索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个我搜索沙滩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那只是他只是进入了这个拇指玩的这个啊 主网站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去用这个关键字去搜索的 那添加的时候怎么样去添加呢 那就需要有一些技巧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就要添加这个拇指玩 那首先我们要在拇指玩的这个网站里面 点击一下搜索 我们随便的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就点一下搜索 然后无论他搜到内容搜不到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网站啊 这个就是他全部的这些网站 我们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搜索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搜索的东西直接改成一个啊 啊关键字的英文名字一个百分号加上一个百分号这个kwords然后这个一定要后面加个s好现在呢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呢粘贴到这个软件里面 然后这样才可以用 那现在我们就添加一下 好然后 然后粘贴到这个里面 然后点击保存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那现在我直接添加完这个拇指玩之后呢 现在他也是直接搜索的这个沙滩的这个关键字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关于沙滩这两个字 只要出现沙滩的这样子的游戏的就会出现在这个里面啊 非常的简单同样如果你换成其他的网站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不一定是这个网站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百度雷给大家说一下吧 比如说现在百度我们直接啊 直接随便的输入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先要找到你搜索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搜索的东西后面的全部去掉 好然后只留这个等号 然后呢输入一个百分号 k e y w o o d s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复制这个网站 然后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去添加其他的网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添加这个呃添加到我的这个里面 好然后啊虽然他里面已经有百度了 然后百度二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网站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保存 那现在呢我们就点击一下这个百度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他就会直接出来这个关键字搜索的这个页面啊 同样其他的网站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技巧就是需要你找到你搜索的这个网站 他后面会有一个等号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等号等号 然后后面就是找到你的已经输入的这个关键字把等号留住 其他的都不要留 大家可以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是一个好360的一个搜索 然后我就直接在这个360的搜索里面直接输入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我是需要找到他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把它改成 好那现在我们就复制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这个360搜索的一个网址 我们添加进去看一下是不是 保存 保存 那现在我们点击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 现在呢我就这个360搜索就添加进去的就是所有360搜索到的我上面输入的这个关键字啊 同样呢你也可以啊多次输入多个关键字 大家可以看大家设置里边他可以设置多个关键字 这个就是你多个关键字中间的有没有分割号这个分割号呢你可以自定义但是呢也可以不定义 好这款软件呢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次安装完之后输入关键字去搜索东西的时候他会让大家去输入这个激活码 虽然这款软件是不需要任何的注册的也没有任何广告呃目前也是免费一直给大家用但是他现在有一个这个推广行为 但是可能可能是为了前期的一些推广吧这个呃可以理解啊 然后呃阿雷已经呢给大家准备好这个激活码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直接在我视频下方 然后有这个下载地址啊也有这个激活码这个激活码到8月31号以后就不能用了也就是说这个月里边大家呢就赶紧去用用的话就可以啊用这个免费版本 当你激活这个软件之后你也会有一个激活码同样你可以把这个激活码也分享给你的呃其他的朋友同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激活码放在我视频的下方供其他的朋友来使用这样的话我们软件的使用时间的就会呃增长 如果你喜欢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视频和软件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视频右下方点击下订阅订阅以后后面会有个小铃铛点击小铃铛阿雷什么时候更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如果大家在使用这款软件呢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留言同样如果你需要什么样的软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阿雷留言阿雷看到的话就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好了今天的阿雷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